相信很多花友养了光叶子花 都想要它开花多 枝头都是花 而有的人不懂了怎么去做一个养护 开完一拨花后 没有再次开第二拨花了 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跟修剪撕肥有很大的关系的 接着往下看 教会大家如何做修剪 如何撕肥 让它在短短15天之后 枝头都是花的 我这盆就是经过了打顶 就是修剪 还能简单的喂喂肥 15天的时间过去了 基本上都是花朵了 第一步花谢后要懂得如何做修剪 我们最好就在花梗下来 第二到第三对叶片 这些味剂做修剪就得了 这样做修剪 后期它就会长出侧芽分枝形成花芽 第二个发现它几土长 没有冒出花芽 我们可以把一些土长的枝条 就是枝芽给它修剪掉 一般的话在顶部属下去三到四对叶片修剪掉 这样后期它就会形成的花芽就比较多的了 第二步施肥 剪完后记得补肥 补肥的话 我一般都是使用一些包装好的鸡份肥 给它一个月买一次的 这是颗粒状的 细放养分嘛 肥效高 对头也不满结 这种的话针对在城市居住的一些花芽有比较大的帮助 就是使用一些比较好比较方便的农家肥就可以了 另外给它施肥的同时可以喷湿一些高纯度的银酸辣金甲 叶面肥 一比一千到一千五百的量 对水失事之后 用到一个喷雾 给它整个基础喷洒均匀 七天喷一次 太阳下山之后喷洒 温度高 暂时不要喷洒 即使它这个花芽 花苞分化出来 就停止喷湿了 这样就证明 它养分已经充足了 不必需要 这种叶面肥 给它继续喷湿了 等待它就是 开花 观赏了 好了 看完最后是不是结的很简单 如果结的简单 先修剪后补肥 下期再见